人间非常的烦恼 什么都会发生 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恨心 存在你的意识当中 慢慢的长时间的恨别人 你会变成一种劣根性 活在烦恼和嫉妒当中 自己的心态会慢慢的扭曲 会变成变态 所以为什么别人经常说 你这个人心态不好 像变态一样 台长告诉大家 孔父子他有个弟子问孔老父子说 孔老父子什么叫修养 孔子讲了一个故事给他的弟子听 说有一条狗专门在这条路上 喜欢咬人 有一个男人来了 狗冲上去攻击他 这个男人本来可以制补他的 但是他还是左躲右闪 但是这个狗不依不饶 扑上去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把他的鲜血都咬出来 这个男人一脚就把这个狗踢得很远 这个狗落荒而逃 第二个男人来了 他非常不肯吃亏 他看见这个狗过来要咬他 他心想狭路相逢 我也不是好惹的 这个狗扑上来 他就死命地抓住狗的两个前腿 狗动不了 狗咬了他胳膊一口 他就咬了狗的脑袋一口 就这样 你一口 我一口的 轮番地咬下去 最后两败俱伤 这个弟子听到这里 跟孔老夫子说 夫子啊 他怎么跟狗一样啊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们每天不小心 就会被别人释放的精神垃圾砸中 我们被别人释放的负能量会淹没 我们总不能跟第二个人一样 你咬我一口 我咬你一口 这就是修养的分寸啊 一个人要学会少争斗 才能养成心中一段春啊 浩然正气 我们每一个修心的人 要学会养心 修成的心 养成善 这就叫修养啊 我咬你一口